大家好,我是Dr. Peggy 香港養草蜜的朋友是非常多的 但草蜜是有機會早離開過我們 面對那一刻,大家如何處理情緒呢? 好心理學習,今天跟大家分析一下 忌廉哥離開了我們一周年 為何那麼多人,不是忌廉哥的主人 都會有悲痛的情感呢? 正正有幾個可能性 第一,可能本身他們以前有一隻寵物離開了 第二,可能就是什麼? 現在現時又養成寵物 但寵物可能現在開始年紀老了 他們可能在想,我的寵物很快 可能有一天很快會離開我 其實如果面對寵物離世那一刻 每個人的狀態都因人而異 有些朋友可能是失眠 沒有胃口 焦慮 怪責自己 不能上班 不能上學 甚至想躲起來 不想見任何人都會有 如果草蜜離開了半年 如果仍然影響上班 上學 無法專注 無法工作 甚至無法工作 體重一直下降 失眠持續延續的時候 我們就真的要找專人去處理 其實千萬不要輕視寵物離世 別人如果真的找到你去聽 他不開心 因為寵物離世的時候 我希望大家可以聆聽 我們有準則的 就是希望用80%時間聆聽 20%真是一個小小的表達便好 因為記住一件事 你自己的情感對這件事 不等於當事人對這件事的情感 很多朋友以為 你控制一下自己的情緒 不要這樣 他都死了就算了 但其實我們不應該控制這兩個字 控制什麼? Suppress 即是抑壓自己的情感 如果在我們專業角度來說 我們要面對 讓當事人去面對自己當下的情感 因為我們真的要面對的時候 才可以去處理 處理完才放下 這是一個項目 當然不會一剔過 因為需要時間 好像有個案來 因為狗狗是兩年前離開 到現在還在失眠 經常都不覺不覺以下 見到其他狗狗的時候 都會流眼淚 後來他來到我治療室的時候 我幫他做些什麼? 因為快靜靜的方法 用催眠治療來幫他處理了 帶他入催眠狀態裡面 帶他見回他的小狗 處理他要處理的悲痛 然後回來 沒有寵物的朋友 希望今天你能學到一些東西 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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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吧